反贪会昨天重新启动对海底隧道计划的调查工作 但滨州首长林冠英强调 海底隧道计划不会受影响将如期进行 林冠英今天在光大召开记者会指出 这项计划是在国际机察公司的监督下进行公开招标 因此一旦没有接获法庭发出的指示 海底隧道计划是在必行 林冠英指出反贪会早在2016年 就曾经针对海底隧道计划展开调查 他没料到如今当局会突然重启调查工作 这让他感到惊讶 质疑背后是否有任何目的 林冠英强调 滨州政府毫无隐瞒 他将指示各单位全面给予反贪会合作 将案件彻查清楚 MTV7槟城采访我到